拼图问题 我们的程式是长这个样子 那刚刚已经解说过他在拼什么 那我们其实点是在这里 所以呢0就是那个空格 那事实上是我们可以把2移过来 可以把2移到0的地方 那0就变到2的地方 所以其实在那个实体上面 实体上面其实是我们是把2移过来 但是呢在电脑的表示法上面 我们其实是把2跟0交换 那同样的你也可以把6移过来 那就是6跟0交换 或者是把7移过来 7跟0交换 那这三个的结果 结果他选择了这一条做法 也就是说0跟6交换 那这个的结果他又再选择了0跟5交换 OK 然后接下来他又选择了0跟4交换 所以就变这样 再选择了0跟3交换 然后再选择了0跟2交换 然后就得到了最终的结果 那我们的程式怎么写呢 看一下 这个程式稍微长了一点点 这边我们都还是在做enqueue dequeue之类的这种东西就是 筑列 他是用BFS BFS有用到一个筑列 另外我们有去判断两个板面是不是一样 如果板面一样的话 那就重复啦 我们就不需要再访问 那我们写了一个函数 把这个板面变成字串 所以我们用B.join 斜线呢 就是用换行的方式去把B B串起 好 OK 那 这个Find SY呢 是用我们用来找出 某个值在这个板的哪里 那其实我们只用来找出0的位置 用这个号处来找出0的位置 所以我们会Find SY hold 0 好 那它会传回SY 这样的一个结构 S是多少 Y是多少 这样的结构 那如果找不到的话 就传回路纹 找不到 就传回路纹 那这个Bolt Chrome 是把我们的版面整个 复制一份 变成一个新的版面 为什么要复制呢 复制完之后 我才可以做交换的动作 变成一个新版 好 那旧版我要保折一些 我不想把旧版丢掉 旧版丢掉的话 我们还会用到 那Swap就是把 这个版面上面的S1 Y1 交换这一个 这个位置的那个0 跟S2 Y2 那个位置的邻居 给互换 OK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Swap 那这个各位应该很熟 它功能在做什么 T等于A A等于D T等于P 交换 好 好 那接下来呢 Move Move 这一个动作呢 是说我把这个版 0的位置 跟它的 特定方向的那个东西交换 其实就是移动 跟特定方向的 位置交换 那就移动 所以如果是 往上移 我现在所谓的往上移 是指 空格那个0的往上移 那往上移就是把 0在SY跟 S-EY 交换 就是往上移 如果是往右移 SY跟SY加1 交换 就是往右移 下移的话 SY跟S加1Y交换 左移的话 SY跟SY-E交换 这就是在做移动动作 把一个版面移动成 新的版面 好 那这边有一个叫Move ADD 这纯粹只是为了 让我们写 后面写这四个指令方便用 就是说 我现在取得所有的邻居 取得所有的邻居 每一个版面 我们都直接用它的版面阵列 来代表它自己 OK 那我要取得所有的邻居 那就是有 把 凌往上移的 那个 是邻居第一个 把凌往下移的是 第二个邻居 把凌往右移的是第三个邻居 把凌往左移的是 第四个邻居 这移完之后 都会形成一个新版面 把这四个版面 基本通通都加到邻居 OK 所以会有四个邻居 对不对 会有四个邻居 OK 但是有时候不会有四个 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候呢 它移不过去 为什么在边边 在边边没辣移 所以 所以那个状况就不到四个 就可能只会有两个三个 或一个 应该不会有一个 最少有两个 在角落就有两个 应该最少有两个 那这是我们的目标 目标的版面是 123456780 OK 那这是我们的其实版面 其实版面是 134825706 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其实版面 移动到目标版面 那 所以我一开始在Q里面 放进其实版面 在Q里面先放其实版面 那宣告一个visit的 的 的那个字典 好 宣告一个parent的字典 为什么要宣告parent呢 这样子我 我追踪到 那个目标之后 我才可以一步一步的倒回来 知道说 我是怎么走到这个目标 所以我们宣告了一个parent 这样的一个 一个字典 然后呢 label 就是 每一个 每一个版面 它现在是在第几层 因为我们是用bfs 是广度优先搜寻 那 那我们希望记录说 它现在是第几层 OK 所以这是label 所以我们写bfs的时候 我这边就 没有采用上次的 那个避回做法 我直接用fire 违圈 其实是一样 如果 q 不是空的 q.lens 代表 就是q不是空的 那我就从q里面 取出一个东西来 然后呢把它转成自串 转成自串 转成自串 为什么要转成自串呢 因为后面会用到 后面我们的visited 这个东西里面的那个 那个 锁引值是用它的版面自串 当锁引 好 那如果今天呢 这个我们现在的节点已经到达目标了 好那就结束啦 就传回去了 对 那如果还没到达目标的话呢 如果这一个 这一个节点还没被拜访过 等于undified就代表还没被拜访过 那我就让这个节点 设成true 就他被拜访 那 否则呢 代表那个节点已反问过 已反问过怎么办 因为我们这外面有个微圈 所以已反问过 我就用continue 就是后面都不要住了 已反问过的话 其实就 就不需要再逼二个月 对 那 如果 这些都 都没有发生呢 那就是 就是 我可以娶邻居了 对 我可以娶邻居了 你就说 他还没拜访过 那我就拜访 然后娶邻居 娶出所有邻居 把这些邻居呢 都编居自串 然后放到 放到Q里面 OK 那但是同时你要去 如果这个还没被拜访过的话 就要设定他的父亲是谁 他从哪里来 然后呢 这个排版没有拍到 他就是 设定他现在是第几层 好 第几层 好 那 这样子我们的BFS就做完了 跟刚刚其实很像 但是呢 因为 我们为什么要记住 他的父亲是谁呢 因为我们 我们要回溯 我要知道说 我是怎么到这个 这个目标的 所以 当我从目标一层一层的回溯 我就 就是 从目标一层一层的回溯 我就会知道说 OK那 那 他是怎么来的 好 所以呢 当 当 已经 已经 达到目标之后 我们就呼叫这个函数 你可以看到 我呼叫BFH 达到目标 之后 如果我们真的有发现目标的话 我就Betress Betress 往后回溯 回溯出 我们到底是怎么走来的 那他怎么回溯呢 就是 他不断的去查这个Parent 一直去查 我父亲是谁 我父亲是谁 那最后就会找到出发点 那这样 这样最后会印出 从 目标 开始印 印到出发点 那就是 你最后把那个路径 整个印出来 所以我们得到的结果 就像这样 最后找到目标了 那我知道说 OK那他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呢 一层一层回溯 看到出发点 那这是我们整个拼图 城市的配容 再看一次 再看一次 会比较清楚 好 你 你 看